想要請教老師 我今天幫你買 榮林菌 還有玉米樹 跟 深海綠棗樹 還要把尿樹放進去罐頭 這樣可以 還要把整個月 你要用什麼東西 用在什麼樣的作物 有米 有米喔 有米仔 有米仔 好 老師你有聽到齁 有 好 你可以聽太多嗎 可以齁 那你聽說音機齁 好 謝謝 這種我們在營在仔仔的時候 營在仔仔的時候要用玉米樹 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玉米樹裡面 有一些成分 譬如說它的一個 性分還是不太好 當然我們現在說的是普遍性的問題 這在台灣沒有這種問題 台灣玉米樹的一個品質 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好 簡單說我們 管控的很不錯 但是因為自然的 這種製造的一個過程裡面 它有這種 這個 就是 它有一個叫作惡尿 這種的這個東西 這種作惡尿 就是說 它製造的時候 如果做不好就有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對仔仔 是有一點 這個 傷害 這是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特別要注意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 你是不是用的這個優租是好還是不好 當然在台灣目前 我們的品質 這個品質的管控也要更好 所以 這種問題 是 比較少 現在就是說 還有一個要注意的 就是說 我們在用的時候 如果要用的時候 大概就是300到400倍 你可以配合這個 用一種玉米樹 或者像你要用一個榮林菌 這個都很好 這個東西其實很不錯 其實如果是個人 如果是覺得煩賣 尤其你既然要做雪盆苗 如果要煤氣 就煤氣會更加工夫 雪盆苗的時候 你可以用 菌根菌 你用一次你就知道 這個 如果不要用就算 如果用一次過 你絕對就掉了 大概你不會 你不會 不會再改變了 你會覺得說 就很直接 大概就一直 就會一直給它用下去 因為那個好客人真的很不平衡 你可以跟老幾乘 不要用 比較看看 這樣看得比較準 這通常是這個部分 這個在我們在用 就數 我們用在育苗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就數 不可以吸收 所以通常我們要注意 通風 就是說有的人 怕它 有太過頭髮 譬如說我們怕 這個仔 這個太過頭髮 在血盆下 它還要去煮一盆 你知道嗎 這個盆子去煮到 那水 寫不來 它就都吸收到 我們如果用一個 它會吸收到 那筋的海氣 所以我們通常 在這方面來說 就不要 就是說 一定要注意通風的問題 因為 第一 我們這個 藥素本身沒有什麼狀況 所以這個可以 大概可以 我們有尿素 300到400倍 這個動肝 你來用 注意這個 不要去把它吸收 大概不要給它悶住了 這個起來 這個效果 應該都還可以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通常是這樣 那一般 我們這個仔仔 都會去 有時候就是說 會去用什麼 用硝酸夾 比如說硝酸夾 你去噴蜜蜜 噴蜜蜜 它就會有一個 比較好的效果 什麼叫做 比較好的效果 就是說 我們在營的 時候 就是你噴蜜 因為它有蛋 硝酸太淡 它最容易吸收 它有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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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讓植物 比較怕心 那種材料比較省 它不會 只用硝酸 太軟 當然 你要是讓它 稍微大一下 效果當然 會好很多 所以 這是沒有什麼 這樣的問題 只是說 要注意通風 不要讓它吸到 這也不可以去吸掉 因為這個硝酸 如果通氣不好 去吸掉 的時候 或是說 透氣性不好 去把它裹掉 硝酸在水底 讓它吸掉 產生阿摩尼亞 阿摩尼亞 對筋的傷害很大 所以這稍微注意一下 就好了 最主要是 有的人 去把它吸掉 有這種情形 所以 就比較容易有這些問題 所以這大概 可以幫助 讓大家知道 基本上 是這種情形 提供給你 稍微做一個 在財務上 稍微做一個 參考 你在用這些困難 大概攪一攪 做費用 這個都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這個 效果其實都很不錯 這 比我們的 使用的 這兩者 大致上 都會有一個 還蠻好的效果 這給我做場客